我們一開始的話,我先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老師如果您在Google上面或者搜尋請都可以找一下我的關鍵字 因為我用買關鍵字 老師你要行教一下,對不對? 真的,我用買 我們進來之後,這邊你會找到我的這個學習網 從裡面就可以看到我其他相關的這些網站 當然您也可以直接從我們給老師的資料裡面 資料裡面相關網址這邊就可以看到,都一樣 我們進來之後,我有附近的頻道 像一般來講,比如說像我到外面做演習的部份,我都會公開 就會把它放到上面去 所以您進到這邊,就會像這樣 所以看到我去哪邊做的演習的部份 那就可以從這邊進去 那麼一般來講,因為我們今年又提到錄影 我是在Google老師,您上課的時候有沒有做錄影的動作 一般大部分通常可能會像我們現在後面一樣 就是直接用電衣架在那邊 這是最常見的方式 可是沒有人想過 有錄,都有做 但是有人看嗎? 看得好像比較少一點 因為平常都是一鏡到底 三公斤 有誰會借我去看的 因為很難 檔案很大 所以我平常都會做一件 像最近有到那個預算國家共管理處 那我們這裡面呢 我們都會把這個 就是做一個分門 比如就是說 我們在散開過程裡面 第一個講什麼 第三個講什麼 那所以 一般來講 我們會比較希望說 我哪一個地方沒聽到 我就聽那個主題就好了 因為 在影片裡面慢慢找 是有點困難的 有點困難的 所以其實我會像這樣去做整理 那可能老師會有的疑問說 那你的檔案不會很大嗎? 其實平常我大部分這樣上下來 兩個小時左右到三個小時 兩百多MB 可以接受嗎? 如果是那個的話是幾十G 所以其實出現起來很快 其實像我們剛剛 已經有稍微 就是入過一次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 剛剛第2個 入了一段 11MB 有沒有看到? 還可以接受的狀態之下 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那還有就是 如果說老師 你也想要經營這個YouTube頻道 我會建議老師 也要建立播放清單 不然的話 所有影片都擠在一起是很累 對不對? 你也不知道那是在講什麼的 那這樣就分得比較清楚 那這是第一個 比較特別 第二個呢 您可以看到就是我上面有放所有的 這個免費軟體 好 我們雖然今天有幫老師準備了幾個 但那個只是其中幾個 比較常用 會用做的比較適合老師用的 那在這裡面呢 我會幫他做分門別類 但是只有免費的 是會不用找 找不到 哈哈哈哈 因為我們不是要做到晚用的 其實免費軟體其實很多 事實上就很不錯的 可以使用的 所以我們進到這個裡面呢 會像這樣子 那這裡呢 各位先我打開 有沒有 就整理好了 這每一個都是一個資料夾 裡面都會有相關的 你就可以看哪些事情需要 直接去下載一下 這是放在我軟的那個 彎椒的空間上面 好 彎椒空間上面的 好 那再來呢 還有比較特別就是 老師平常用的簡報對不對 我們今天也要做教材嘛 老師平常大陸都是用簡報的幾乎比較多 還有什麼PPF啦 好不然他直接獲得的空間 這個很好的方式 但是 就是簡報的部分 除了這個以外 事實上您也可以試看看 不一樣的方法 好 不一樣的方法 這個是PPF現在也還蠻多人 去嘗試用看看的 而且 因為他從今年開始 也支援 就是比較完整的支援中文 雖然字型的部分沒有人 都不會否認 因為字型會比較大一點 可是至少 打中文的是OK的 好 這個現在應該是網路速度比較慢 那這個呢 其實可以直接在線上直接做 直接做 效果應該還蠻不錯 那這個 現在比較慢 可能我做 待會兒有機會的話 再跟老師們做介紹 好 所以這個是 我現在這邊 那麼剛剛呢 我們的數位學平台 因為已經先開放了 所以其實老師您也可以上去看一下 最重要 其實我相信老師對這個數位學平台 應該都還蠻熟悉的 我們係數同盟 哈哈哈哈 對不對 但是 只差在說 老師怎麼用 也用沒有老師 用法不一樣 各有巧妙不同 那我稍微分享一下我的方法 好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主要呢 會第一個就是 老師怎麼去建立這一區 因為 如果你沒有建立這一區 其實同學要找資料 這個比較難 這個比較難 第二個呢 再來就是 你怎麼樣去 上傳檔案 把它變大一點點 因為我稍微了解一下 我們學校目前的空間是 一區 預設是一區 但是上傳檔案可以 的那個大小可以到200Mb 不過我是覺得有點 有大的構思 因為 一區的空間只有200Mb 一下就完了 可能也許 這個部分 大家有一位那邊 再跟老師提一下 可能 如果老師有需要申請 比較大一點空間的話 可以跟哪位 就是我們學校同仁 在做聯繫這樣子 好 那另外一個呢 因為 書約200Mb 我們用了好幾年了 可是 已經有發現它 不足的地方 所以不足的地方 就是現在老師一般 都有聽過這個翻轉教學 對不對 那 老師有沒有想過 你要怎麼翻 蛤 呵呵 就是 我們在社區面 要跟同學互鬥 大多數情形 都是 校方提到 就叫作業為主 對不對 同學 指對嗎 印象說好嗎 呵呵 這樣怎麼翻轉 所以呢我們今天 想要跟老師 介紹一個叫做 Wine Out的翻轉 平台 那這個比較特別 就是在於說 它更能夠做 比較即時的回會 即時的回會 像一般其實我們 社會全平台 它有一個功能 可以在成員裡面 回去看到什麼 它看到哪些內容 但是老師有可能 每天都去看 哈哈 有點困難對不對 因為 他看的是 整個課程的所有教材 可是我這次上了 我本職上了五課 那我這邊這幾個 我怎麼跟他做不動 你很難 所以我們關在這邊 就可以補足這一塊 補足這一塊 你看 你看我現在登陸進 我就進到這邊 群組 群組就是一般我們講班級 我們講班級 比如說 如果以這一堂課來講 這堂課來 因為73個人 老師要跟他說 應該同學 應該蠻難的吧 哈哈 好 那個不用怎麼弄 所以其實我 這邊有每一堂課的進度 跟我們學術人 平台比較不一樣 就在於說 我們的教材是全部的 像我這個教材 是包括整個學習的 從上面一直滾滾滾 滾到下面去 對 這樣他要找不好找 所以 我在這邊 我就剛 這一堂課有上什麼內容 點進來 我會很清楚知道 哪些東西有沒有看 哪一個教材有沒有看 看了多久 有沒有 還有 做筆記 我知道 有問題的 他會在上面列出來 上課 因為我上課是 你電腦課為主 所以 在這兩件事有個好處就是 我可以即時做互動 而且老師在上課過程 一天一天會發現 你講你的 他說他的 哈哈 這平均第一 但是 我們只要把導進來 希望說 我們的 數學平台好 班長教學好 其實不在於 控制學生 而這樣有沒有 引導他能夠進入到 我們學習情境 讓他有那個意願 那個比較重要 對不對 學習要有那個學習的動機 那所以呢 讓他把他導到這邊來 那 我才會給你 比如說這個同學 他看 看哪些價值的時間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他是 一定跟著他隨便看的 哈哈 對不對 不然 過程只有一個時間短就不好 只是說 有的我們已經會上這個角 那 你會覺得他不錯 你可以再給他怎樣 反正正看不錯 還是 有沒有快速呢 你可以跟他做一些互動的 所以你看到右手跟這裡 就是 我們在跟他互動的一個過程 點這個下去 哎呦 有沒有 怎麼時間給他的 對不對 這個同學都會看得到 那他那些筆記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那麼 男士們會擔心就是 這些內容怎麼辦 會不會 要留在外面 其實我這些內容 實際上是搭配什麼 我們的輸過去的平台 您可以自己選擇 您的教材要不要鬥外開放 以我目前來講 我都是選擇開放 因為這樣子其實對我 反正網路上反正就看得到 有些不是我們自己內容 我就選擇對外開放 如果真的有一些比較不適合 這些不適合 就是直接公開的 您就不要開放 直接用做一些網址貼進來 用就可以了 他就可以在這邊做 在這邊做 那麼 同學呢 除了在探的這個過程裡面 比如說他簡介上這邊探了之後呢 他除了探以外 他還沒有做筆記 像我們在這邊 同學看的 是這樣子 嗯 現在比較慢一點 那我們看 在這邊 所以同學如果在看的時候 他右手邊會有筆記 他在結束筆記 那這個筆記你可以隨時加進去 所以有可能 剛開始看了什麼 然後後來看什麼 進去加 那也可以做什麼 塗鴉的 誰說不能用土的 我就喜歡這個 我這樣畫不行嗎 可以的 那 如果說 比較多數 他還可以多放一下 你單獨怎麼做那個 很特別啦 這個是比較不一樣的方式 所以這個大概是我們今天 所以免費軟體外 要跟老師們 稍後分享的一些 不一樣的 教學的方式 給大家做參考 那我就把它還給老師囉 謝謝 謝謝